那截至107年2月为止 总共收到了28件非常优秀的作品 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国内产业学界 其实非常优秀的相关师资 做我们的评审老师 那我们经过了出审 复审重重的关卡 在投稿的作品中 评选出我们有首奖有一位 两二奖的是一位 以及我们三奖有一位 雍选有三位 以及我们的佳作作品 有八名等等的奖项 这个欢庆30年的活动里面 其实国美馆也有邀请了 就是采购了外界的专业的摄影单位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片子的拍摄 但是那是用国美馆的视角 来进行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30年当中 社会大众很多都跟国美馆之间 有相当密切的一个活动 用一些参观或是参临过程当中 种种的这样子有接触 所以我们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从民众的视角来参临 就是说在他们的眼中 国美馆是一个什么样的演示馆 在我们叫华翔 大通人的说明 大通人的声音 这次国美馆配合管境30年 特别在最近体办了多项的活动 像今天我们的黄色艺术欢庆国美30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我们国美馆为了庆祝管境30年 也有委托外面来制作我们的管境30周年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片子 但是我们希望说不只是用国美馆的观点来拍摄 有关国美馆这30年来的一个发展的立场 也希望说民众能够在这30年来 他们对国美馆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的话 是不是能够透过他们的巧手拍摄有关于国美馆的片子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是106年10月的时候 我们就正式对外公开 然后在今年我们收件总共有28件非常优秀的作品 然后评选出了我们总共有全三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还有又选三位跟家族的十位 这些片子是经过专业的评审来来选拔的 所以品质非常的好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片子拍摄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来分享我们管境3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许愿 当然对于这个管境30年不只是这一档的活动 在展览的活动上面 其实我们安排了很多重量级的活动 例如最近才刚开展台湖县山吴老师的一个展览 他的总共有300件的作品在国美馆展出 而且都是属于他大型的创作 当然对于他过去整个从废话开始 一直到他到目前为止整个创作的历程 也在国美馆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呈现 另外一档的大展就是我们第一次 跟比利时的皇家美术馆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展 以未来减死205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做了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展览 欢迎社会的各大众 大家能够来国美馆来参观 两个周末 那最大的特别的技术 没有特别的技术就是把画面重点 让它更简单的呈现 那得到第一名 得到第一名很开心啊 有在这个创作的固承当中有运动街 比较特别的东西吗 比较特别的哦 就是在国美馆拍片的时候 常常会被人家说这里不能拍照 我就不知道怎么拍片 那后来怎么克服呢 后来他们好像 就是说不要拍太清楚就好了 作品不要拍太清楚就好了 好像要吗 有模糊的美容 对啊 因为作品也是别人的作品 也不算国美馆代表 那你这个作品更难静态功夫展示 静态? 杯子有什么 嗯 主体还是动态啊 对主体是动态 只是杯子上呈现有些是动态 有些影响有些照片 嗯 嗯 我们在一个一个月左右完成这作品 嗯 很很棒 这里很漂亮 嗯 嗯 看到最好的 我们完成时间大概 也是差不多一个月 对 嗯 感觉很棒 感觉得奖 嗯 感觉 大家觉得得奖 有没有很开心 很开心 OO